大叔奶奶 您里面请 请早点休息 这是我的新婚丈夫 丽景琛 本属于我姐姐之父为婚 后来丽家成立了帝国企业 便闭口不谈了 可突然在那一天 景琛现在的情况 你也清楚 你考虑一下 晚晚 你嫁进丽家 不吃亏 还有三百万彩礼呢 我以为确实已经订婚了 再说了 你现在不是急需用钱吗 嫁给瞎子不也挺好的吗 我会去看别的女人 安全 小妮不问你是没张耳朵吗 门打不开了 我滚不出去 哎 丽大双 砸毁我了 可就没人照顾你了 可真是 我不需要你这种女人来照顾 脾气坏 嘴巴 睡得到什么 听到之后 我的世界就开始十好十坏了 我 我 我 都不需要你这种女人来照顾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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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给了你多少钱 才让你愿意嫁给我成废人 我是不会跟你生孩子 让你去妖宫零伤 你死了这条行 我不知道我爸和你爷爷 有什么协议 我只是拿钱办事 你放心 生孩子是另外的价钱 一个卖女求荣 一个借钱引开 都是好东西 彼此彼此 丽绍不约打断了弟弟的腿 把亲爹送进了监狱吗 我去帮你拿早餐 待会儿啊 二少爷要带白小姐 来家里吃饭 都给我精神着点啊 别给怠慢了 周管家 我来帮丽大少爷拿早餐 好 就这些吗 是啊 没有多余的 那这些是什么 这些啊 这些是给二少爷 和白小姐准备的 夫人吩咐了 三餐都要给大少爷吃清淡的 只是看不见 但为什么三餐 都要去白酒清餐 厨房那汤好了没有啊 你拿了什么 就白粥和青菜 拿过来 你干什么啊 倒垃圾 你不喜欢直说啊 我带你去楼下吃大餐还不行吗 你觉得他们会让我这个瞎子上桌吃吗 我出去一下 大嫂 我们一起向你吃饭吧 正好可以互相认识一下 不玩玩 你怎么下来了 你不是说要帮我来包扎伤口 伤口 对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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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就离开一会儿你就会受伤 别碰我 我现在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不然别人还以为我虐待你呢 你要是再推开我 我就等你睡着了再给你弄 到时候把你手脚都绑起来 想干嘛就干嘛 你自己想清楚吧 不是说是 我看看外卖到了 我的眼睛有人看见了 二小奶奶 您点的外卖给您放到二楼拐角了 好谢谢 大嫂 夫人 怎么 丽家的饭菜不合你胃口 不是这样的 是平时我胃口比较大 所以得自费消炎 家里有现成的厨师 何必舍近求远呢 这样 你把外卖丢了 我让周管家给你把饭菜送到房间里 丢了外卖 那丽景琛吃什么 这个周管家没准会盯着我吃下去 丽景琛分不到半点 我不想浪费食物 要不下次吧 如果我说没有下次 没想到 庄金这么快就要逼我站队了 妈 别为了大嫂 那你们慢用啊 我就先上去了 大嫂 慢走啊 我还以为你乐不思蜀 舍不得回了 这次啊 可不要再倒掉了 陆婉婉 你喂我 别碰 别碰 别这样想吃 怕什么 你是我真儿八经的未婚妻啊 有人 原来是大嫂啊 对了大嫂 我和青若还没祝你新婚快乐呢 谢谢啊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你弟他怎么那样啊 他怎么了 我刚回来的时候 看见他和他女朋友在院子里亲热 尴尬死我了 闭嘴 你再敢在我面前替李翔尘 就给我滚出去 你头发还没擦干 要不我帮你擦干吧 自从母亲走之后 就没有人给我擦过头发了 那些小朋友回顾着要的礼物 往往是他自己回梦间的财乎 就像我有多关注多盲目 等着从哪里能泄露你的去处 那些小朋友回顾着要的礼物 都是大人曾经识落的我口味 可别长眼泪 你别走 不走不走 不走不走 不走 不走 不怕不怕不怕 乖 其实 他也没那么讨厌 那些小朋友回顾着要的礼物 闭嘴 你再敢在我面前替李翔尘 就给我滚出去 就给我滚出去 你们听说了没有 我们部门这次能拿下新的项目 全是陆总监的功劳 废话 咱们部门哪次新项目 不是陆总监的功劳 陆总监天之江女 约跟我们沈总是一对 将来 直到是我们新月传媒的老板娘 陆助理 你一定很幸福吧 有这么一个神仙姐姐 什么都不用操心 陆助理 今晚部门聚会 你也一起吧 我有事 下次吧 晚晚 你还在怪我让爸促成你和李大少的婚事啊 你现在不也是人见人现的李太太吗 姐姐啊 都是为了你好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 你又何必再问 为我好 你自己怎么不嫁 这个 是最快解决陆家困境的方式 而且 我跟沈总有婚约在身 可你不一样 你很需要这笔钱 不是吗 是啊 毕竟骑驢长马也一向是你的拿手好戏 姐 你可真会做生意啊 像爸 晚晚你 没事的话麻烦让让 我还赶着回家给我老公喂饭呢 看你好助理说什么话呢 这不是你的好妹妹吗 算了 走吧 夫人 嗯 啊 大少奶奶 老爷子那边来人啊 正在大少爷房间等着你呢 那我先过去了 夫人 看样子 她还真就护上大少爷了 她护得了一时 护不了一世 等哪天老爷子发生了什么不在 哼 你好 你就是大少奶奶的吧 嗯 我叫楚沫 你可以叫我楚医生吗 你好楚医生 我叫陆婉婉 请问大少爷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嗯 他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给刮破了 刮胡子这样的事 你让大少爷亲自来做 当然不是 我当时是下楼拿外卖了 外卖 你让大少爷吃外卖 不然呢 厨房只给他喝粥 不给他别的 你不会亲自下厨做吗 这种垃圾食品 大少爷不能吃 闭嘴 你让大少爷吃外卖 不然呢 陆婉婉 陆婉婉 没事的话麻烦让让 我还赶着回家给我老公喂饭呢 这种垃圾食品 大少爷不能吃 家里有个小厨房 也许你可以用他做点什么 厉大少 我经常加班 回来的路上又堵车 你一定等不及我回来给你做饭吧 求求你 千万不要答应 我可以 你的绝交哪里大少 大少奶奶 我该走了 我送你 哦对了 陆小姐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这个是玫瑰精油 可以放松神经舒缓经络 你跟大少爷泡澡的时候滴上几滴 保证你们一夜好眠 谢谢啊 你干什么 你这里有粒米饭 我帮你拿下来 要不把它还给你 下次直接告诉我就好 好好好 厉大少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你这个醉 你这个醉 你干嘛 李大少 娃娃 你居然能给我想要 什么 啊 你这样 我就是想跟我生孩子吗 行 我只能去你 你干嘛 李大少 娃娃 你居然能给我想要 我只欲出 行了就滚出去 不管你信不信 给你下药的人真的不是我 那既然不是你 就做好错事 这个就不劳灾你了 最好如此 陆朱琳 你怎么回事啊 居然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对不起李经理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算了算了 看在陆总接到份上 就不扣你这个月的全勤了 李经理 你还是扣吧 我是我 我姐是我姐 不能混为一堂 说得好 沈总 我这样去给您送文件呢 陆安婉 跟我来 什么呀 原来沈总说来找陆安婉的 妹妹给自己未婚夫当助理 真是防不胜防啊 文文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误会 说开就好 沈总 如果你找我来是谈公事的 我携耳公听 但如果是私事 请示我不奉陪了 好好好 我不说了 这次啊 有个订婚宴的项目 做个策划案 好好负责 我 你不是说 一直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吗 当了两年助理了 这次机会 要好好把握 好的沈总 保住完成任务 先回去吧 今天晚上 就别加班了 谢谢沈总 万万 是你 你让薇薇接电话好不好 苏佳没了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找我姐 我 我我进不去你们公司 所以只能在车库等你了 来来 留在那家店铺面前停住 隔着窗看年长老般的忙碌 老味道的天平雾 却不敢再光顾 想进我姐 很简单 公司门口的专用车位就是她的 你下次啊 就来那个 她保准在里头 又敢 你不是最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吗 让开 我要回去了 万万 你借我点钱吧万万 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我求你了 借我点钱吧你 这是什么 你还给我 你 很奇怪吗 离开了你 我还不能开始新的感情了吗 你能把楚医生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密码是多少 1203 大少爷 楚医生 是我 昨天你给我的玫瑰金油是不是有问题 陆小姐 老爷子说了 就算大少爷的眼睛无法不远 也希望他能生下一儿半年 免得浪费了游戏 告诉老爷子 生的孩子是另外一个价钱 李大少 你不觉得你应该向我道歉吗 那我又怎么知道 你不是和楚慕串通好吗 他在帮你洗脱嫌疑 你的心怎么这么脏啊 避孕药我已经吃了一颗了 你放心 不会怀孕的 我饿了 大嫂 在干什么呢 你大哥想试试我的厨艺 哦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丽二少 没事的 以前为了讨好大哥 经常做 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1350 你出去 哦 喂 警察 我要电话了 告诉老爷子 生的孩子 是另外一个价钱 你不觉得你应该向我道歉吗 不知一出 李警成 你打个电话也不至于吧 那家哪儿还有我带的地方啊 夫人 二少爷 刚刚大少奶奶 来找我要客房钥匙 我已经把她安排在 离大少爷最远的一个房间 好 这可就怪不了我们了 是李警成把她赶出去的 陈儿 你这要借刀杀人 用的妙了 我会教她 该怎么在这个家生存下去的 大少爷 我 我只是路过 你看到大少奶奶了吗 大少奶奶在您右手边的客房 第一间 不 不是 是最后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是她自己想去的 是啊 听说大少奶奶特意找周管家拿的钥匙 我就回来换身衣服 马上就走 你是故意住在离我最远的那间客房 那是周管家安排的 我可没得选择 以后 你只准听我的 大哥 是你自己把她反锁的 那 我今晚回房间睡 早点回来做饭 陆总监 你找我有事 公司让我们部门接下去负责策划 一对新人的订婚仪式和场地的布置 等会儿呢 你跟我一起去 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 嗯 不叫上李经理吗 叫她做什么 文文 你该不会想做一辈子的助理吧 李经理 陆总监下午让我出去见客户 所以我来跟你请半天假 你喜结飞黄腾达 以后 恐怕连我都要养上你了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两年了 你一直都是助理 嗯 沈总原本 要让你近情话不太像 可你姐姐却说 你还行 不妨多模拟了 我会教她 该怎么在这个家生存下去 我只欣赏 我只欣赏 李小 您好 真巧啊大嫂 没想到你居然是我们的受托方 来来来 坐 还愣着干嘛呀 来来来 坐 坐 不 这不对吧 不是说李小陈的腿曾经被李景臣打断了 所以这两句得不合 来 敬大嫂 好 谢谢 大嫂 我和清洛的订婚宴 就拜托你了 嗯 文文 没想到你跟李总居然这么熟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要是早说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会带我过来了 怎么会呢 你能得到李总的赏识 那对我们公司自然是好事啊 是吗 我也没想到 这次李二少会让我负责她的订婚宴 陆总监 如果这次我能圆满完成任务的话 公司能不能考虑让我去企划部带相吗 这个啊 我到时候会和钱说的 那到时候可千万不要再拿我年纪小 不堪重任来说事了 是钱和你说的吗 沈其然是个好人 李大嫂我回来了 说来听听 高兴什么 其实啊 就是李二少和白小姐一个月后要订婚 然后呢 委托了我们公司做策划 更巧的是 我成了这件事的总负责人 为什么是你 我也不知道 是我姐带我去的 文文 给我离李小晨远点 我觉得李二少人不错啊 这才几天功夫 你就被她给迷住了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就在待人处事这方面 她确实比你强 听好了 你是我爷爷埋给我的 我让你离她远点听到了 我去给你做晚饭 陆我晚 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 我就把饭菜给你放门口了 大哥 晚上好啊 你到底在给我打什么算盘 大哥 你是没看到 晚晚嫁给你之后那无依无靠的样子 和当时青若知道你眼下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真忍不住想去照顾他们 闭嘴 不过没关系大哥 你对我不仁 我不会对你不义的 以后不管是青若还是陆婉婉 我都会替你好好照 到底在给我打什么算了 以后不管是青若还是陆婉婉 我都会替你好好照 大嫂 帮我照顾他吧 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他打你 你怎么不知道还手了 你就是从小到达绝不会反抗 才会被他打断腿的 丽雅少 你还好吗 你看我儿子像还好的样吗 妈 大嫂也是关心我 你别当他撒气 真是怪我 不该来的生气 能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吗 我经过大哥房间 看到他把你煮的饭菜全提翻再提 我忍不住说了几句 结果 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了 对不起啊 我之前跟他闹了些矛盾 连累你了 大嫂 你能帮我刷药吗 这 不太好吧 陈儿是为你挨的打 你还好意思推三组四 恐怕任何女人都会在这种眼神下化成水吧 上好了 丽雅少 我先回房了 谢谢 陈儿 她要是回房 问丽锦辰刚才事情的经过 我们不就穿帮了吗 放心吧妈 丽锦辰不会说的 那是她的耻辱 好 刚刚那个我已经收拾干净了 这个你要是再不吃就真没得吃了 从明天开始 往后带我出去散步 真的吗 还有 今晚开始你上床来睡 不用了我去沙发就行 怎么 需要我把你抱上床睡吗 最近房间有点冷 最近房间有点冷 所以我需要你来 帮我暖床 你就是这么暖床 你就是这么暖床 晚晚我是何路 不知道你和苏学长分手之后 找到新的归宿了吗 有点才是隐蔽 你就是这么暖床 我只把你来 只有你们当时 我把你帮我暖床 我只能以后 我只能从这里 我只能终到你 我只能不能吃 我只能不能吃 我只能吃 我只能吃 我只能受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听说了没有 昨天陆婉婉接了个大胆 这要是办成了 不仅有业绩 还能直接进请他不带项目呢 可我怎么听说是沈总让陆总监带陆婉婉去的 更觉得是 陆婉婉被沈总安排了一个特别大的担子 不然凭陆婉婉的本事 她是接不到的 上一次 沈总让秘书给她送点药药 这次又让她 说什么呢 让我一起听听呗 婉婉 我们也只是听说的 别介意啊 你们口中的听说 到底是听谁说的呢 不要听风就吃雨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要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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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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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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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丽大少 我今天要回家一趟 你一个人能行吗 你没嫁过来之前 我不也是一个人吗 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再见 嗯 大嫂 去哪儿 我送你一车 不用了 丽二少 我自己有电动车 大嫂 你总是对我这么客气 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你谈一下我对订婚宴的要求 我竟然连她的好忙都没有 那好吧 麻烦你了 丽二少 大哥也真是的 就这么让你一个人回娘家 她眼睛不方便 我能理解 对了 丽二少 关于订婚仪式 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青鹿的生日是12月3号 最爱的花是梅花 对了 她是位美术老师 所以我想把主题定的事情花一点 12月3号 密码是多少 1203 应该不会这么巧吧 大嫂 大嫂 梅花寓意中贞高雅 确实很符合白小姐给人的气质 哟 这不是丽家的大少奶奶吗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爸 妈 王王 卡里是150万 剩下的 我给你妈想给你姐姐留着做嫁妆 爸 你知道我是为了这三百万才答应嫁进立家重启的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钱 钱 钱 张可屁个多是钱 你看娘的好女儿 我不管 再争那三百万 至少拿出一半来给威威做嫁妆 不然她嫁到沈家去 会被沈家瞧不起的 胡闹 怎么 难道一个外人还比你姐姐的幸福更重要吗 院长妈妈不是外人 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没有她就没有我 到底我是你吗 还是她是你吗 婉婉 别有妈妈生气 我其实也是拒绝的 好 那你当着我的面发誓 你真心不想要这150万 否则你一辈子遇人不输 陆婉婉你 妈 妈 陆婉婉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敢说饭局 对你姐姐不重听的话 信不信我一分钱能补给你 爸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话 这钱你到底还不还给我 嗯 好 好 以前选择跟他走 没人还回来 麻烦你了 丽儿少 丽大少 我可以解释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这种水性洋花的吗 我既然嫁给你了 就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希望你可以尊重我 嫌我说话 那你去找丽相辰 他最会见天眼女 你是不是 把我当成那个背叛你的人了 是白清乐吗 你看清楚了 我是陆婉婉 不是别人 今天早上我确实是搭了立相成的顺风车 但也只是跟他盘了订婚宴的细节 别无其他 丽大少 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让他好好看看 他是去了一个怎样的人 愿望 你怎么再也不要离开我 万万 我后悔了 他已经累得睡着了 端了 你干什么 又来找我 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要见骆威威去乱他的车 你跟男人同居了 骆威威跟你说的 是你男人告诉我的 我昨天给你发短信 他说你累得睡着了 你胡说什么 他眼睛看不见 怎么可能回复你 什么 你像是跟一个残废在一起 你说谁残废呢 我看你才是一个四肢健全的残废 滚远点我要去上班了 骆威威 我知道你还是爱我呢对不对 我可是你的初恋 你放开 以后再也不要离开我 骆威 既然是你前男友 就该讲清楚 别再让他死伤烂打了 这次 是我刚好碰到 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我听说 我们之前有一些风言风语 你怎么想 沈总 我一直把你当成未来姐夫尊重 你觉得我不会有什么看法 我听说 你到处跟别人说 我指定你 当另一种订婚仪式的总夫子 而说 我对你照顾一下 沈总 如果我说 这是有人挑拨 你一定不信 所以能让我打个电话吗 那吧 大嫂 丽儿少 能麻烦你跟我们沈总解释一下 为什么让我做订婚仪式的负责人吗 因为你是我的大嫂 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谢谢你帮我澄清这一点 打扰你了 丽儿少 不打扰 我嫁给了立项成的大哥 丽景称 那个帝国总裁 年仅29岁的丽景称 所以沈总 你觉得我会冒着被丽家责怪的风险 故意在公司散播与你的谣言吗 事实就是另有其人 喂 林姐 你说什么 我现在就赶过去 是不是养老院出事了 哎哟 陆总监 你怎么来了 沈总在这陆助理出去了 一时半会儿 可能是回不来了 他们应该是谈工设理 你已经晚晚现在 是立总丁会议室的总负责人吗 沈总跟陆助理的留言 传得沸沸扬扬 你这个当女朋友的 一点都不着急 真是佩服 要不然齐元怎么喜欢是我 而不是你 你 我都说了 我就是进去看看房子的构造 不会伤害你们那些老东西的 你们是没找耳朵吗 可是林先生 你现在的行为让我们觉得你非常危险 太危险了 我陪你去 喂 天啊我肚子好疼啊 你快点来陪我好不好 好 谢谢 来 吗 什么 什么 太危险了我陪你去 得到我将于求 恢复得不错 马上就可以康复了 这事先不用告诉老爷子 懂 我们的历大猎屎要开始收网了 哦对了 他们给你偷换的药啊 里面还多了点成分 可以让你断子绝孙 真是太有心了 大哥 晚晚出声了 叔叔 但老板告诉我说 他在养老院前处 我正在去当骑士的路上 他在哪儿 大哥 告诉你你也来不了啊 不知道我帮了大嫂这么多次 他会不会也像当初亲过的 李星辰 我不跟你说了啊 救人要紧 怎么了大少爷 罗安婉出事了 先不说罗安婉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就算真的出事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 李向辰 这就叫杀人诛心 你要冷静啊 楚梦 我们是有几个样老爷 哦 我知道他在哪了 大少爷 不要了我们的计划 你倒去为重 我去 不用再对他们客气了 现在冲进去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别动 别动 你们几个大男人 在养老院对女人动作 父母没有招呼你们要真老挨幼吗 把他给我拎过来 干什么干什么 你谁啊 我是养老院的负责人 那行 那咱们来好好谈一谈 你们的租金已经到期了 这块地 你价高整得 留意见 我可以出一百五十万现金 一百五十万 我还有一百五十万 我出三千万 并且明天限你们一天的时间 翻开 要不然 把你自己卖给我 说一万 第十万 再走 放开 你不敢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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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 你要把我的女人 你再到哪儿去 李延少 你说 她是你的人 没错 不介意把你放过 当然 大嫂 大嫂 真好爱 出疑什么 慢开 慢 工作 我只欲出 对不起 景臣 让你操心了 他把你打孕了 是啊 我本来需要给养老院续租 可是他想连地皮一起买下来 一口气就报价三千万 可是我只有三百万 还有一百五十万压在我爸妈那儿 根本没办法跟他竞争 那个养老院 对你很重要 嗯 我就是为了他才嫁给你的 是我不会疼的 还疼不疼 你看得见 哟 李哥 滚 李哥火气今天怎么这么大呀 喂 李延 李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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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愿意和我联系了 身体怎么样了 别打入婉婉和他养老院的主意 好好好 明白 各位 我们现在要开个会 共同研究一下大家手里 关于李总订婚仪式的出稿 则优而用 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问题 我还没开始设计呢 我也还没呢 我也是 我已经给了你们好几天时间构思了 抱歉 一时没灵感 那你们几个不用参与了 有出稿的跟我到会议厅了 如果是陆总监的话 一定不会做出像你这么草率的决定 可惜你们的陆总监今天请假了 所以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爹这么看着我 我不是帮你 我只是比起讨厌你 更讨厌你几劲 陆助理 陪我去找找 好 沈总这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个女孩子敢跟一群大男人拼命的 你都不怕的吗 有些事再怕也得做啊 你呢沈总 你不是怕跟我传绯闻吗 怎么还敢主动来找我 我昨天说过 如果我误会了你 我向你道歉 但是不知道 你会不会接受 妈 威威 威威 你怎么了 妈你看 我们好像会起来最次了 别怕别怕 没事没事啊 妈有办法 保证让她服服听起来 妈 妈 妈 我只预处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 是想请列夫人做主的 陈妮姐姐今天没上班 竟然在公司里勾人勾引你未来的媳妇 我就这么叫你做人的吗 就凭一张照片 你就断定我勾引沈其然 竟然在公司里勾引你未来的媳妇 我本以为 只要你可认过 我就不把这件事告诉警察 免得你难堪 既然如此 周管家 去请大少爷下楼 是 警察 回来了 找我什么事 这位是陆婉婉的妈妈 她今天带了一张照片过来 我略有奇异 所以请你下楼判断于二 说说看 什么样的照片 是今天婉婉 在江畔和一个年轻男子靠在一起 还一脸担心的看着 而这个男人 既是他工作的老板 还是他未来的姐夫 对此 你怎么看 照片合成这种东西 你们没有了解过吗 这 这怎么会是合成的呢 你就是陆婉婉的女君 是 我是 你借婉婉的一百五十万 想要什么时候 还是说 需要我爷爷亲自打电话 问候一下你们两 明天 我就让他爸把钱拿给他 保证一分不少 还有什么问题吗 妈妈 你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 看着那个男人 他是我姐的未婚夫 最近他们因为我闹了矛盾 所以我有点担心 你担心他做事 他又不是你的谁 他是个好人 怎么个好人 我告诉你 你以后最好给我离姓婉的原点 妈 刚才出去那个人是谁啊 别提了 陆马党他妈 莫名其妙地带了张照片过来 说是要教陆婉婉做人 结果反被丽锦臣追战 脸都被他丢光了 什么照片 嗯 那 对了陈儿 听楚我说 丽锦臣的眼睛还是不小 是吗 你担心有诈 有没有诈啊 等我订婚那天就知道了 你要做什么 一个小测试而已 就凭一张照片 你就断定我勾引沈其然 我这一处 师傅 到时候这里是两位新人要站的地方 记得一定把这里固定好 不要伤到人了 哦 哎师傅 你是进来的吗 我怎么没见过您 你好 哦 白小姐 你好 怎么自己过来了 向晨公司太忙了 就我自己来了 那你看看现场 你还满意吗 嗯 陆小姐 我听向晨说 丽大哥自信情况有所好转 前段时间 甚至愿意下楼散步 是啊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办到的 其实啊 是他自己想要做出的改变 但看来 陆小姐就是丽大哥 想要为之改变的人了 陆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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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再逛一逛 看一看 赵管家 赵管家 开饭吧 不好意思 我们来迟了 大嫂 你真是厉害 虽然能劝对大哥下楼 吃饭 我真是越来越陪 哪有 主要还是他自己的意思 晚晚 我想吃香 你還是這個臭臭 王王 喂 大哥 既然你能下來吃飯 那一定要來參加我 好 陸彎彎 沈總 這段時間辛苦你了 應該的 就是不知道啊 過了今天 能不能幫我把助理 這兩個字去掉 你啊 還真是三句話不理 經企畫部的事 時間差不多了 下面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丟起兩位新人入場 李先生 請問有什麼話想對白小姐說嗎 再等等 嗯 啊 不是 你說 好不好 李大少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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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是李大少 聽說他這兩年 變得陰遇病態 無法控制 為什麼我看他 還是跟以前一樣 傳來他說李大少爺有加固放棄了 跟你美國看看 現在推著他那個人是誰 我知道 是從小局跟月子 中將軍的副手 還不會是來打吵子的吧 星辰你要幹嘛 這麼冷看嗎 我只是想讓大哥來見證我們的幸福時刻 別那麼急啊 好好表現 知道嗎 大哥 你能來我和青駱真的很開心 你說呢 青駱 是的 我也很高興 繼續吧 這兩位新人交換定婚戒指 小絲 你的眼睛 清楚了 我送你去醫院 你在學家嗎 青駱 我們和好嗎 可喂 細胖 你們的事 是我的 我不 你在他抽下去 我算什麼 我才是你女朋友 可是不是 青駱 你怎麼這麼冷氣 青駱 媽媽 你認識 原來大哥的眼睛已經恢復了呀 既然你来了 那我先走了 大哥 走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解释清楚 为什么在我的订婚宴上 抱走我的女人 你当时距离离她更近 你应该比我先救她才是 当时我也被吓到了 没有反应过来 那大嫂呢 在那种情况下 你有没有考虑过大嫂也可能会受伤 怎么 知道我大哥眼睛好了 就又想跟我大哥了 星辰 我累了 你想休息 亲爱的 把他戴上来 今天都是你的功劳 还好这身拉伤没有骨折 要不就麻烦了 对不起啊沈总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 不是你的错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真相 我会调查清楚的 但我这急 是把上阳好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大少奶奶好 哟 大少奶奶您回来了 辛苦了 要不要给您准备点点钱 要不我给您泡湖茶吧 大少奶奶 你有事招呼我 大少奶奶 里面请 你一定有很多想问我的吧 我想要知道的 今天在冰婚宴上 已经亲眼见证了 丽大少 耍着我玩有意思吗 在我的眼睛还没有稳定之前 我不能报 可是你今天为了白青鹿还是暴露我 我那是为了你好 等到实际成熟之后 我会来和你解释的 但是你刚刚为什不接电话 你知不知道我 我也会担心 刚刚在别人车里不方便解 笔儿 谁 你管他是谁 丽大少 我今天就借此跟你约法三章了 什么约法三章 第一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带你下楼吃饭散步 你想怎么样都随你 第二 我们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 第三 我要和你分房睡 你说什么 你现在眼睛已经看得见了 不需要我再寸步不离地照顾你吗 刚刚说的约法三章 通通的不同意 你干嘛 生孩子 刚刚说的约法三章 通通的不同意 你干嘛 生孩子 相晨 白清诺没事吧 没什么大碍 过两天出院 大哥呢 在笼上 楚墨和他一起回来的 对了 诚儿 可是一旦老爷子知道丽锦城的眼睛好了 会不会危险到我们 没有可是 大哥的眼睛虽然好了 麻烦就会不断 你是指 白清诺和陆弯弯 可依我看 他根本就不喜欢陆弯弯 要不然也不会抛下他 暴走白清诺了 陈儿 你还是要用白清诺来制衡丽锦城 诺完满 怕是没用得起 再看看吧 丽锦城 不要用暴过其他女人的手来碰我 你还要侮辱我到什么时候 过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不需要 大嫂 你也受伤了 没事 我已经看过医生了 丽儿伤 我先回房间了 公司的面子里子都让你丢光了 你就是这么不一句小弟的 差点把客户杂死 白清诺要舍个三长两短 你负得起则儿吗 公司负得起这个则儿吗 姐 这是我的叔叔 陆总监 这是我的剑 愿意通往公司的吧 陆总监 依我看 他根本就不适合我以重任 这样吧 助理的国呢 就先别告诉你 去仓库帮忙给你东西 接个检讨说 我会帮你将个主任 你好 李经理 陆娃婚人呢 沈总 他被陆总监派去仓库搬东西了 去仓库 搬东西 明知道手臂伤了 陆威威还让他去 这 六 六 六 沈总 是丽总 让我一定照顾好你的 哪个丽总 两个 他们两个都很关心你 可错了就是错了 你还真是固执的有些傻气啊 昨天警方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事故的责任不在于你 是有人故意为止 对了 沈总 那天有个很奇怪的人 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深面孔 这样吧 你跟我去警局 做个笔录 把那个人的详细样本描述一下 好 来来来 都把手脱的事放一放 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我并不认为陆柱里 有什么大的过错 所以希望你们不要针对的 尤其是被我听到 长得好看 会过于人了不起啊 就是 还是自己解释的未婚姐 那边呢 说什么呢 李经理 是 带他们去财务 把这个月工资结了 明天不想再给他 是 白小姐 快进来吧 白小姐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只是提肉声 让你负心了 当时要不是你及时来我 绝对不止说这一点声 这本来就是我工作上的失责 这不是你的错 不用太自责 当时丽大哥前妻之下抱了我 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 对那是他的决定 我早就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还手 还手 两年的时间 你一点长见都没有 只要大哥开心就好 听婚宴上的事情 你都渲养出去 你的手段这是越来越下作 大哥你尽管打 我是不会还手的 就是不知道大嫂看到 好 谢谢 你以为他会在意你 你以为我会对婉婉不利 所以在第五份宴上 故意抱走青络 为的是让我们误以为你还小姐 可惜你的用心良苦 没骗到我 但是却要婉婉当真 大少爷 大少奶奶回来了 大少奶奶回来了 我 做不到 我 凭什么 她只是一个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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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长剑都没有 你没事吧 为什么订婚宴上的事会闹得人尽皆知 还上了杂志 你怀疑是我做的 如果没有丽家的允许 谁敢把这事登上杂志 丽二少会亲自给自己的绿帽子呢 你又打他了 他给他 丞儿 丞儿 起来 妈没事 丞儿现在是历史的颜面 你三分两次把他打成这样 长男怎么出去见人 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有教过你们规矩 才让你们觉得有资格跟我们大呼吸教 不过是一点点拿回属于我的危险 还有 我只是因为不想让路弯弯 觉得家里太过冷清 才没有像以前那样不准你们上桌吃饭 这样就让你们觉得可以跟我平起平坐了 可是 可真理学现在是成儿的 这个家 家主也应该是 这个家是爷爷一手创办 东京 你和你的儿子何都合呢 什么 景春娜 既然你的眼睛已经恢复了 那就从明天开始回历史上班吧 爸 会不会太快了 毕竟景春的眼睛才刚刚恢复 要不要休息一段时间呢 他已经休息两年了 你认为还不够吗 爷爷 他跟他回来上班啊 我自然是举双手欢迎的 就是不知道他回来担任什么职务 当然是以前的职务了 你认为呢 我 听爷爷安排 你这两年临危受命 干得也还行 倒是可以留在你大哥身边 当个副总 哪有机会跟大哥一起共事 我很能幸 严峰快乐 是吗 我 真 与众 嗯 哎呀 孩子陪我坐一会儿啊 好 这几日我总听楚莫提醒你 所以啊 想找个机会见见你 把这个打开看看 这块传家宝玉配啊 只有丽家亲订的媳妇才能带 那这个不是应该在丽儿少她妈妈那儿吗 她不配 只有景臣的母亲才是我的儿媳 而我的孙媳妇是你 陆婉婉 可是她不喜欢我 那你喜欢她吗 我 那我换个方式问你 你和她在一起算是开心吗 好 那你就收下她了 要是有一天你感觉不开心 再把她还给我吧 赶快叫人安排房间吧 嗯 爷爷晚安 好 啊 我 今天是复活鞋了 我们的力大人终于冲出家族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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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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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我要和你谈谈 陆大小姐 我们养老院 非常感谢你父亲的资助 那这份品格多难得 我爸资助养老院 那晚晚就这么跟你说的 我爸哪来的钱资助养老院 我说话告诉你吧 这三百万 是他卖身换来的钱 什么 我说 你事如己出的陆婉婉 卖了自己换了三百万 来资助养老院 除了他 还有谁在乎你这破扬老院啊 婉婉 婉婉她到底怎么了 她嫁给了瞎子 那大小冲心 至于是哪个那大小 就不用我都说了 你一定没有想到 她能派上这样的高知的 不过好可惜哦 这丽大少 早就心有俗事了 婉婉和她前女友同时受伤 丽大少第一时间救的是她的前女友 我也不疼 哎呦 你们再玩玩 好可怜哦 你走好 我叫她 大嫂好神秘啊 也不知道 大嫂是哪位迷门牵签 我知道 你们要她资料的可以来跟我买 给一条消息十万块 行啊 卖卖卖 你是谁 李延 你不要那说啊 行啊 叫鸽子 一小署 好 这是什么好人 你 啊 此事如同时 这时 喂你好 什么 好好好我马上过来 晚晚呀 你就不该 对不起 我不该骗您的 千万不要生我的气 那个男人 他爱你吗 喂 喂妈妈怎么了 我能请你帮我个忙吗 可以你说 你可以陪我来医院看看院长妈妈吗 在她面前装作跟我很相爱的样子 我马上过来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婚戒托到现在才买 可以啊 你怎么在这 大嫂 这是我的副爷 选一个吧 就这个吧 大嫂 你是觉得我们景晨前面有代购吗 选一个这么随意的 不是 是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 可以吗 可以 曾经我也幻想过这种场景 要是真的该多好 不好意思啊 我去趟卫生间 哎呀 果然 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呀 你看 他都感动得出去哭了 要我说啊 他可是比白青落好一百倍 不不 好一万倍 又是白青落 你怎么这么了解 要我说 还是你不懂女人吧 从他刚进门开始 他那双眼睛就不带乱瞟的 不像白青落 行动上真的是一点都不慢 嘴巴上倒是客气 哟 这是谁啊 这不是我大学同学 路婉婉吗 来来来 给你介绍一下 想必你也不陌生吧 这位是我男朋友 苏林 现在在历史集团工作 历史集团 对的 全球百强企业 无数人才的向往之地 普通人啊 穷气一身都进不去呢 那对了 听苏林说呀 你不是我找到一个男朋友吗 好像是个瞎子吧 不是靠你养的呀 差不多得了 走吧 这么久没见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航圈呀 瞧着你这一身淘宝货 也不知道把人是怎么把你放进来的 你会是来应聘的吧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谁啊 这位客人 楚总 是我们宝来珠宝的老板 你说什么 现在是什么样的客人 都可以预约我们店 对不起楚总 以后 我们会用更长的时间周期 来挂上客服裙 并且 定期进行筛除她 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但是我可以向你道歉的 道歉倒是不用向我道歉 你要向我身边这位陆小姐道歉 我 我跟她是大学同学 开开玩笑罢了 更何况我看她手里什么都没买 问问怎么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她 手里没买东西 你真的结婚了吗 我跟她说 跟你说的那个瞎子 苏林 你还想不想让我爸给你弄进来室了 你说谁是瞎子 我 烈大师 苏林是吧 你 是我 我是个玩偶的东西 我是个前男友 你是什么人 我跟她老公 老公 小木 要查清楚这两个人的生活 说在历史情分际下直接开顾 永不入 你说谁是瞎子 我 夜里边说 院长妈妈 谢院长 我就是晚晚的丈夫 李锦琛 听说 你和我们晚晚结婚 是为了冲喜是吧 院长妈妈 其实她对我很好的 名分都没有 那叫好呀 你看这是什么 你先出去一会儿 我跟丽先生单独谈谈 哦 丽总 你坐 你爱我们婉婉吗 她是我最在乎的女人 你撒谎 那件事都是你们商量好 临时买来忽悠我的吧 是 虽然我们的婚戒 确实是今天才买的 但是我是真心想要命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会让婉婉离开你的 你安心养兵 两个月之后 我希望您能来参加 我和婉婉的婚礼 婉婉 我们结婚了 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那不一样 我想给你一场 真正的婚 你怎么不等我下来接你啊 我想自己试试 我们进去吧 很不甘心吧 没有 明明陪伴大哥五年的人是你 凭什么一个只来了一个多月的女人 就取代了你的大哥心中的美人 不仅如此 爷爷还将只给丽家媳妇的传家玉佩赠给了她 这本该是属于你的东西啊 你该恨了丽京城 晚晚 回下象棋吗 回老爷子我去骑士杀两派 爷爷 他还要陪我去散步 你没有眼睛 没有腿吗 对了 这周末刚好是我的好友 钟老爷子 八十大寿 你们小伯都去 诸葛寿 这就怎么样了 还真是一个容易三仙二义的女人 与路万五相 你恨丽京城吗 我也恨 只要你跟我横坐 拿下丽京 财产队断 你也可以报复那队狗男女 你愿意吗 媒体和记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你坐实了跟大哥的关系 我就能逼着大哥跟陆阿 到那个时候 丽家除了我妈之外 就只有你一个女主人 大哥的 丽先生和丽太太 真是天作之和 一对佳人呢 郎才女貌 真是相配 介绍一下 这位是丽安集团的赵总 赵总好 丽太太 真是折煞我了 这位是建辉集团的钱总 钱总好 大哥从来没有把你介绍给他的生意伙伴了 可想而知 他是想让大家都认可 陆丸丸 才是利的 小子 听你爷爷说 你这媳妇是锦里转世 对我来说 确实如此 丫头 说句吉祥话吧 让我也转转运 那我就祝您的画作越来越值钱 丫头 你知道对于一个画家来说 他的作品什么时候最值钱吗 在他死了以后 哈哈哈哈 钟爷爷 您就别逗了 丫头 这是爷爷给你的见面礼 拿着 谢谢钟爷爷 记住了 要想拍卖这幅画 得等我死了以后 才能更值钱 哈哈哈哈 去叫吉祥街 向晨 事成之后 他们真的能离婚吗 相信我 先提前庆祝一下 好 不行 刚说老百小姐 他们前后进了这个 不不晚晚 他有什么好的 他加给你照顾你 全都是因为爷爷的钱 你寧願要那個賤錢眼開的女人 你也不願意給我一次機會 黃碗是什麼樣的女人我很清楚 你是什麼樣的女人我也清楚 一定是被陸晚碗迷了心腔 所以他說什麼你都信 讓開讓讓開 落寶 孫全 白晶罗 你太讓我失望了 孫智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不要保卻我放開 你孫智我為你做了這麼多 這次不先欣賞自己的親愛來勾引大哥 你不能說放棄我就放棄我 你在胡說些什麼 不 你做了這麼多我已經說夠了 你敢不敢告訴大家大哥的吹火 是誰手作畫的 他的眼睛為什麼一句不好 老爺子 求求您救救相辰吧 他爸爸已經在監獄裡了 我不能沒有相辰的 他也是您的孫子呢 很罪有應得 麗大少 求求你弟弟嗎 求你了 人總要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價 這件事就就在警方中 現在還能留你在麗里 你已經是對你的罪了 這件事please 心想侯 寶寶 我手中的这束玫瑰花是他去花园中采摘的 当玫瑰花刺刺破他的指尖时 他明白爱情不只有甜蜜 也有不断的努力和付出 他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去告诉他 宝宝 谢谢你点亮我的世界 走进了我的生命里 以后我会为你留心 但不会让你再为我留一滴泪 感谢观看